這場比賽兩隊都把王牌左頭推上了前線 陳品濃在這屆比賽當中出賽的八場比賽 有39又3分之2角的投球 只被打21支安打 對 許賀傑上來打成了衝天炮 交給誰來處理 中外野手順利的接殺 分是八九兩棒的串連攻下來的 相當關鍵的三個安打 我又偷電 看一下 這個已經是轉換了 他其實踩了一個蠻封閉式的一個戰法 如果你踩平行式的話 最怕就是你的前腳 因為看到左投手的 這個球 早上是對方的二壘手遭到了刺殺 那個第二局的拿下四分大局 只好球之後有設定變化球的話 這個策略可能要做一個 你根本反應不過來 我就問說你們打擊策略在兩號球之後 通常跟他的對戰可能比較多 那你比較清楚的是什麼 我打 那比較到胸口來的我就一定要急急出發 大概是會有這樣的邏輯在 剛剛過程當中幾顆球其實真的沒有偏差太多 對 領先了 上的投手就是陳炳紅 陳炳紅剛剛在八局上半 只花六個球 投出了三上三下 現在用球數 一百零七球 第一位上場的打者 是第三棒的許赫傑 三次的打擊 沒有完打但是有一次獲得四外球保送 獲得首費的更換 都在右半邊 哇這顆變化球 這球 一上來就有機會接球 兩邊也一樣 哇這個球出了 對 陳炳紅投出了再見三陣 哇又是一場超過一百三十球的完頭勝 陳炳紅是完頭勝 那只被打出了一次安打 幫助台北市大事以五比一 打敗了府人大選 那台北市大要晉級到明天的冠軍戰